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调出带有质感的金铜色复古色调的滤镜调色 那今天Steven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近期非常火红的滤镜特效 也就是所谓的富士风格底片的一个色调调整 那我相信很多喜欢拍照的摄影爱好者 除了构图以及美感之外 那也会希望使用修图软体的部分 来替自己的作品增添一些特色以及实用的色彩 我们今天话不多说 赶快进入今天我们的主题吧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Light Run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张照片的部分 我们要调整的就是基本的参数值 那今天我们要把对比度调整到大约-50的部分 因为富士底片风格色调 我们要去降低我们照片的一个对比程度 那再来就是我们亮布阴影或是白色黑色的 这些基本参数值 那目前看起来其实不太需要去做一个修正 因为天气非常的好 那数值应该都算是蛮正常的 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所谓的S曲线的部分 那S曲线的部分的话 也就是富士风格底片的一个最大的精髓所在 也就是在我们暗部的一个定毛的部分 要去做一个修正 增加我们吞色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的话大约把它调到10左右 那调到10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 吞色的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 那这也是富士风格底片的一个最大精神所在 那再来就是中低光的部分 然后还有中高光以及高光的部分 我们一样做一个定毛 就是把它修正回来 因为目前暂时不太需要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就是让它回来原来的位置 那我们只要在暗部的部分 去做一个往上的定毛的调整 那接着就是我们基本的颜色 例如说白平衡的部分或是色温 那白天的部分的话 色温在4600到4900 那这边我们暂时也不需要去做一个更动 那再来第二个精髓所在 其实就是鲜艳度的部分 以及饱和度的部分 在富士风格底片的滤镜效果当中 那我们首先要把鲜艳度 也就是所谓的饱和度 去做一个加强的部分 那我们加强的数值的话 看各位是想要比较强烈的感觉 或甚至说比较 做一个平衡balance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的话 大概可以调到30或是40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 Steven把它调到40 让这个整体的饱和度 鲜艳度比较亮一点点 然后再来饱和度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修正 因为我们是调鲜艳度 那我们饱和度相对也不需要到这么高 看起来会有一点不自然 我们就把它调到大约-10左右 那这个是我们颜色的部分 接着我们来到色彩的混合器 也就是所谓的分离色调的部分 那分离色调的部分的话 也是在富士底片的风格里面 占有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因素 就是说你可以让你的富士底片 这一系列的色调是要偏什么样的颜色 或甚至说某一些颜色色块的部分的话 你比较喜欢你可以去做一个加强 那今天Steven的部分的话 还是做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调整 那在红色的部分 那我们的色相的部分的话 我暂时比较不会去做一个调整 那不过我们在饱和度部分 我会去做一个加强 把红色的一个饱和度拉高 就是加到20左右 那明度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把它拉亮 带出一些红色的色彩 那我们加到10 那会让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 或甚至纯色的部分 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那再来就是橘色的部分 那橘色的部分的话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所谓的肤色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调整的部分 我会稍微小心一点点 那这边的部分的话 因为在上面的鲜艳度比较高 因此我们这边在肤色的表现 我会去做一个修正 因为其实比较偏洋红色 看起来会有点奇怪 那我这边的话 我就会做一个基本的修正 那数值大概在色相的部分 10或是15 都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调整 那再来就是饱和度的部分 那饱和度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依据阳光或是色温的部分 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这边的话 目前去把它调到饱和度加20 让整体的一个肤色的感觉 会更鲜明一点点 那明度的部分也会攸关到所谓 肤色的亮暗度 那我们可以把肤质提升一些 苹果光的感觉 那我们就调到10或是20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把它调到10 那这样整体的肤色的感觉 其实就大概设定完成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黄绿色调 那我们黄绿色调的部分的话 Steven在这边会把一些比较黄绿的部分 去做一个稍微有一点像底片风格的一个修正 那我会把它拉到-20 那饱和度的部分的话 这边也可以依据喜好去做一个调控 那我这边的话是想要保留富士底片 比较饱和度高的一个感觉 因此我们饱和度以及明度 我们这边都去做一个加强 大概都是在10左右 那接着我们到绿色的区块 那绿色的区块的部分的话 也是看个人的一个调整 那其实在富士底片的部分 既然是底片 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个比较 吞色的一个 吞色的绿 让它不要这么的鲜绿 那我们做一个吞色的绿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把色相大概调到-20 那饱和度的部分的话 那也是保持在 比较高饱和的部分 我们再加10 明度的部分的话 让我们要让吞色的感觉 看起来比较鲜明 那我们就是把它加到大概10左右 那其实这整体的色调 其实都做一个基本的参数的调整 那接着就是可能会攸关于 我们目前今天主题的一些颜色 例如说蓝色的区块 带有这整体蓝色的区块 那我们今天蓝色的区块 其实可以去调整色相 那色相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的大楼 我就因为色相的部分有所改变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个人喜好 你可以把它调整到 例如说正40或正50 让它整体的底片的感觉 去走出来 那我今天是选择调整饱和度 尽量就是保持原本的色调 那饱和度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会调到大概差不多 45到50左右 我们今天调到45 让整体的大楼的一个饱和度 都往上去提升 那再来就是明度的部分 那明度的部分的话 我想要带出一些反射的感觉 那我这边的话也是大概调到 加10左右 不要加太多 那最后就是蓝色的部分 那蓝色的部分的话 其实你如果调天空的话 拉到这边的色相 又偏的比较紫色 这非常奇怪 因此我们不会去往这边调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风景照 有在富士滤镜的一个风格色调的调控 那在这边就要比较注意一下 那我是比较喜欢一点 宝蓝色的感觉 因此我们在色相的部分 我会把它调到-20或甚至-30左右 那我们今天把它调到-20 再来就是饱和度的部分 那饱和度的部分也是依据个人喜好 那其实富士底片的感觉 你要底片位比较强烈一点点 那你可以把它饱和度提升 那我们要把它做得比较自然一点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 比较接近吞色的饱和度 那大概就是-20左右 那我们今天就把它调整到-20 那再来就是明度的部分 因为明度也会攸关到蓝色 整体的蓝色这个区域 因此我们在明度的调整 我们也会稍微小心一点点 如果说今天喜欢这种 反射比较强烈 这种感觉 金属质感 那我们可以把它明度调高一点 但是我今天还是比较选择走 底片的那种吞色感 那我就会把明度 稍微往下压 那我这边的话 我大概调到30左右 那我们调到30左右 那其实这边 可能高光的部分还会有点强烈 我们等一下在高光的部分再去做一个修正 那基本上这几个数字去调整完 那其实整体的一个副式底片的一个调控档调色的部分 其实族形就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回去去看我们亮布的这个地方 那亮布的地方的话 我们会再去做一个往回修正 让整体的色彩看起来不要这么的太过刺眼 一样是做一些比较顿色的修正 那我们亮布的部分 我会把它修正到-40或甚至-50 那这个修正完之后就比较不会那么刺眼 那相对我们整体的照片看起来也会比较和谐一点点 那经过这些调控之后 最后我们进到圆柄图 三圆色的圆柄图 就是阴影亮布或是中间调 那在副式底片系列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因应个人的喜好 可以去做暖色调或是冷色调的部分 那由于今天我们的照片 是偏比较冷色调的部分 因为有蓝天的部分 那其实比较不适合做一个暖色调的一个调整 那今天Steven的部分的话 我去做一个偏青蓝色调的一些调整 那我们今天这边的话 我们就把它调在差不多220左右 就是蓝色的感觉 那我们的素质其实也不需要调的太高 我们大概调到5左右就可以了 那就会偏比较一点点的青蓝色 一点点的青蓝色 就是副式的青蓝色的色调 那再来阴影的部分 因为这边比较没有什么阴影的部分 可调可不调 那我们也一并的去做一个调整 那其实我们的素质都不需要太高 大概调到5左右 那我们的位置的部分也是在蓝色调的部分 青蓝色的部分 那我这边的话大概调在200 调在200的部分 在阴影的部分也会带一点点的蓝 那再来就是亮部的部分 因为我们亮部占的比较多 因此我们在调整上面 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这边 我们的素质也不需要调太多 因为调太多的话会显得有点不自然 会很奇怪 那我们今天一样是把色调调在大概5左右 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把它调到大约200的部分 让整体的颜色看起来 比较偏一点一点点的青蓝色的冷色调 那当这边调完之后 其实都还可以去做一个混合的一些调整 那混合调整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太强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做一个混合的调整 那如果觉得太强 我们就把混合调整拉低一点点 那我们今天其实不太需要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再来就看到效果的部分 那由于我们是有关于富士底片 底片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动到清晰度 因为其实清晰度的部分会增加一些对比 一点点的对比 或是说边缘的描绘的感觉 那我们就把这个清晰度调到20 那纹理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可以在这边做修正 那今天我是不想要让它的纹理太过强烈 就是做一点比较丝滑平滑的感觉 我们就会大概把它调到-5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放大去看 就是说在纹理的部分 那纹理的部分的话 其实做比较丝滑的感觉 去调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我们今天把它调到-10 那再来就是去朦胧的部分 以及运营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个部分就看大家喜好程度 那我今天都暂时都不先调 就是把这个富士底片的一个风格色调 调整出来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适时加一些运营 那我们今天也是先不暂时调控 那再来就是锐利度的部分的话 我大概拉到50 因为不需要太高 因为锐利度它压得太高 我们会有点稍微显得有点不太自然 我们就保持原色调 那接着就是降噪的部分 因为白天嘛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数值 我们现在ISO才250 Z63拍的 那我们就不太需要去动到这一块 就是 我们大概做一个基本的降噪就可以了 大约调到30 或是40 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其实调到这边 我们整个一个 富士的一个色调就已经出来 那在这个色调调整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 把这个滤镜 复制起来 我们套用到其他的照片 那我们套用到其他的照片的部分 有没有 稍微偏青蓝色的一个富士底片的色调 那整体的色彩的感觉 就会非常的自然 那我们这边的话 会因应每一张照片的角度 或是亮暗度 再去做一个修正 那后面的话 正好有高光比较曝光的地方 那我们这边修正的部分 也可以去做一些更动 那我们基本上保持在富士 其实是比较自然的 然后再来进行下一张 我们再去做一个贴上 贴上之后也会看到 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图 这是原本的色彩 然后跟套了滤镜之后的色彩 其实整体的一些吞色 富士底片的一些色彩 其实就出来了 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比的感觉 这个也是贴上 贴上之后也可以看到一些 调色前跟调色后 那当然这边人像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去做一个后续的一个调整 例如说把我们的人像的部分 把它抓出来去做一个细部的一些调控 就是用遮色片的部分 那遮色片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做一个基本的调整 我们可以把曝光度调亮 让人像跑出来 让人像跑出来大约调到加40 那我们对比度的话 我们不需要去加强 因为我们还是做比较丝滑的一些 平顺的感觉 我们可以把它调到富士 那这一张的话 我们富士的底片 人像色彩就出来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 Steven其他的一些调控档 就是在各种颜色 各种场景 调控出来的一个色彩 大概是怎么样子 那其实这都可以再去做一些 些微的调整 那这边也可以看一些对比的感觉 这原始的照片 然后这是调完的颜色 那这边也是原始的颜色 我跟调完的颜色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调整前调整后 OK 好 那今天我们富士底片的一个 风格调整的部分 就是在这边 那么经过今天 富士风格底片色调的教学之后 那大家有没有对于 富士风格底片色调这个区块 有更深的一层了解 以及掌握了呢 那其实Steven 我也是非常喜欢富士底片 这种脚片色调的感觉 那当然也可以依据自己的一些照片的冷暖色调去做一个客制化的一个调色 那其实在富士底片色调的调控档 调色出来的照片其实都非常的亮丽 而且非常的耐看也非常好看 那么在下集的内容的部分 也会把富士风格底片的接拍 以及介绍的部分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给大家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影片 以及我影片内容的朋友 欢迎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同时也可以分享给喜欢的朋友 那我是Steven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